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东野归吴家和探极》的最新一部《祈祷落幕时》 故事是从一位神秘女人开始的 1983年冬天,一位叫做百合子的女人孤身艺人来到了日本仙台 来到仙台后,她在一家居酒屋做了一名陪酒女郎 她身上忧郁的气质吸引来的很多客人,很受追捧 不过,她从来不说自己以前的故事 与她熟络的老板娘也只知道她曾经离过婚,有一个儿子 又过了几年,百合子在居酒屋认识了一个叫棉布俊一的男人 棉布俊一自称是一名核电维修工,要全国各地跑 她每次来仙台的时候都会来找百合子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年 2001年的秋天,百合子得了重病,一个人孤独地死在了公寓里 热心的老板娘帮忙操办了她的丧事,并且告诉了棉布俊一 棉布得知百合子的死讯后很是伤心 不过表示自己在东京有钥匙 将百合子儿子的联系方式给了老板娘 于是,老板娘联系到了百合子的儿子,嘉赫公一郎 年轻的嘉赫得知自己失联十余年的母亲的死讯 立刻从东京赶到了仙台,接回了骨灰和遗物 老板娘又带她在仙台附近走了走 讲了很多百合子以前的事情 嘉赫对那个陪伴着妈妈几十年的棉布俊一十分好奇 她很欣慰自己妈妈这么多年来并不孤独 不过老板娘却对棉布一无所知 只知道她经常去东京的日本桥 从此,嘉赫便一直在东京日本桥派出所工作 只为了能找到母亲曾经的恋人棉布俊一 希望能从她的口中知道更多关于妈妈的故事 不过16年过去了,这个神秘的男人一直杳无音信 画面转过,住在荒川沿岸公寓的居民报警称 楼上有恶抽的液体低落 警示厅搜查客修平带队过去调查 在屋子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 无法辨识相貌年龄 除了衣物外也没有随身物品 只能辨别死因是被勒死的 修平检查一番屋子后发现了一些疑点 一是屋子太过于简陋 不像是有人长居 二是墙上的挂立 每一页都写了一个桥的名字 修平想到了20多天前的一个案子 一名流浪汉在河边被人掐死焚尸 他又过去检查一番 于是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警局中案情分析会上 警局领导将现有线索进行疏离 表示死者身份经过DNA检测确定 是一名叫做鸭骨盗子的40岁女人 她一直居住在岩根市 从未出过远门 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在20天前来到了东京 两日后家属发现失联 可以确定死亡时间就是20多天前 而关于案发公寓的屋主 警方经过周边走访 发现一位叫做月川的老人 从9年前便开始住在那里 不过月川也在20多天前失踪了 警方已经通过周围邻居描述 画出了月川的画像 目前可以确定月川的嫌疑最大 是破案的关键 不过修平却讲出了自己大胆的猜测 他认为 这个案子和20多天前发生的流浪汉 被烧死的案子有关联 因为两者都是被勒死的 并且两者案发时间很近 案发地点也很近 还有最重要的是 案发现场的房间内 没有任何能表明月川身份的物品 并且无论饰品还是日用品 屋子里也都没有存放 一个屋子居住了9年 却连冰箱都没有 这简陋的一切 与其说是一个家 不如说是一个流浪汉的牺牲地 警局领导觉得颇有道理 命令手下立刻从案发房间内 提取DNA和流浪汉进行对比 不过结果却很让人失望 流浪汉并不是案发无主越川 修平和搭档继续来到严根市 调查鸭谷道子来东京的原因 经过走访一番他身边的朋友 修平找到一家养老院 从一名护工口中得知 鸭谷道子曾经来过这家养老院 并且还与一位老太太发生了冲突 起因是鸭谷道子认出 那位老太太是自己同学的妈妈 但是老太太矢口否认 对他又打又骂 然后将他赶走了 修平又问了老太太的事情 护工嫌弃说 这名老太太十分古怪 半年前警察要检查他的证件 他却耍起无赖 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导致右腿骨折了 无奈之下 警察只好将他安置在了这家养老院 就此 老太太就赖在了这里不走了 不过住了这么久了 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原来住在哪里 都只好称他为201 修平立刻去了201 找这个古怪的老太太 拿出鸭骨的照片告诉他 这名女子遇见你后去了东京 现在被人勒死了 老太太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随即又转为无所谓的态度 说那又怎么样 多事 修平立刻大问 他应该就是为你的事情去了东京 你应该有个女儿在东京吧 老太太立刻暴躁地说 不知道 统统不知道 修平冷笑一声说 你不说你没有 却说你不知道 就是承认你有个女儿了 一听到自己女儿 老太太立刻耍起了无赖 像疯了一样 将修平连推带打赶出了房间 画面转过 修平回到了东京 经过调查确认 老太太有个女儿 叫浅居伯美 今年42岁 是一名话剧导演 的确就是 死者鸭骨道子的初中同学 修平立刻和搭档 找到浅居伯美 浅居伯美 已经从媒体上 知道了鸭骨道子的事情 她告诉二人 20多天前 她来东京看我的话剧 散场后她找到我说 在一家养老院里 见到了我妈妈 让我接回去 我立刻就拒绝了 修平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拒绝了 浅居伯美冷冷地说 在我的生命里 没有妈妈这个词 原来 20年前 浅居伯美的妈妈 也就是养老院的 那个老太太 勾搭上了一个 年轻的小帅哥 不断地砸钱 想要讨讨欢心 甚至将老公 浅居伯雄的 私人印章投了出来 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和小帅哥私奔了 从此 小伯美和父亲 浅居伯雄的生活 就再无安宁 讨债的人 不断威胁恐吓他们 最后 浅居忠雄 不堪巨额债务 跳楼自杀 听完伯美讲完身事后 修平又拿出 案发巫主月川的画像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见过这个人吗 伯美认真地看了一下 表示不认识 修平和搭档 便道谢离开了 不过 修平走的时候 无意间看了一眼 柜子上的相框 立刻露出惊讶的神色 因为他看到了 一位非常熟悉的人 自己的表哥 家和公一郎 画面转过 修平约家和一起出来吃饭 想和他聊一聊 前去博美的事情 家和趁机狠狠宰了他一顿 一边吃一边告诉他 那是五年前 日本桥派出所 开了个剑道培训班 获得过剑道冠军的家和 正是主教练 而前去博美 为了培训小演员 报名参加了 两人也就这样认识了 修平立刻问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家和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说 大美女 修平有些无奈地说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修平将这个棘手的案子告诉了家和 表示自己曾经强烈认为 博美和这个案子有关 不过后来经过调查 他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家和听完后说 这个女人有些奇怪 她曾主动和我说过 她跺过胎 还形容自己为凶手 我当时很尴尬 因为很少有人 会将自己不光彩的过往 主动讲给不是很熟的人听 吃完饭 修平又讲了 自己猜测流浪汉 就是案发屋主越川的事情 家和却认为 他的推测很有意思 他告诉修平 你们拿去检测DNA的毛巾 牙刷可能被调包了 可以尝试 再找其他容易被忽略的物品 检查一下 修平连忙回到警局 告诉了领导 再次申请做了DNA对比 结果果然不出家和所料 之前的牙刷毛巾 被调包造假了 这次重新采样 做DNA对比后 可以确定 案发现场的屋主越川 就是这个流浪汉 警局领导立刻兴奋地宣布 并按调查 而修平又想起了 当初自己发现的第二个异点 每页日历上不同的桥名 同时告诉他 这些桥 都是日本桥附近桥的名字 修平又将这个事情 告诉了迦赫 一向玩世不公的迦赫 神情却凝重了起来 他一把拉住修平 急躁地让他告诉自己 关于日历和桥的所有事情 原来 16年前 迦赫在仙台驱踪母亲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本母亲情人 棉布俊一留下的挂历 老板娘告诉他 棉布俊一说 这是约定见面的时间 迦赫翻开挂历 发现上面的每一页 都写着一个桥的名字 而修平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日历上 每一页写的桥名 无论是顺序还是时间 都和棉布俊一的那本日历 一模一样 迦赫万万没想到 这离奇诡异的案子 居然牵扯进来了 母亲曾经的情人 棉布俊一 他立刻要修平 将两本挂历上的笔记 做了鉴定 结果的确是同一个人所写 也就是说 案发现场的屋主月川 是河边被烧死的流浪汉 也很可能就是 迦赫16年来 一直苦苦寻找的棉布俊一 迦赫加入了案件的搜查组 他和修平一起回到了仙台 拿出包括月川在内 五个人的画像 给老板娘辨认 其中哪一个是棉布俊一 老板娘立刻就从中 选出了月川的照片 表示他就是棉布俊一 这就坐舍着棉布的身份 的确是案发现场屋主的月川 修平梳理了一下 已知道的所有事情 16年前 自从佳赫妈妈百合子死后 他的情人棉布俊一 来到东京 改名为月川 住在一处狭小的公寓中 而著名导演 前居伯明的同学 鸭骨道子 20天前 死在了那所公寓中 画名月川的棉布俊一 也在20天前 被人掐死在 不远处的河边粉尸 现在本来就离奇古怪的案件 更加扑朔迷离了 修平问佳赫 他的妈妈百合子 当年为什么离家出走 佳赫讲出了26年前的事情 当年小佳赫放学回家 发现了母亲留下的诀别信 他立刻跑出去 四处寻找妈妈 然而脚都快磨烂了 还是没找到 从那开始 他就恨上了父亲 妈妈死后 佳赫接毁了妈妈的骨灰 放在父亲面前质问他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父亲落寞地叹了一口气 说都是我的错 原来年轻时候 做过陪酒女郎的百合子 嫁给佳赫爸爸后 经常受到婆家排挤 而也是一名警察的佳赫父亲 每日忙于工作 很少顾及家里 就这样 百合子日益 甚至精神都出了问题 后来便离家出走了 得知真相的佳赫 和父亲吵了一架 父亲无比愧疚地告诉佳赫 既然你妈妈 是自己一个人 孤独地迈向死亡 我死之前 你也别来看我 让我和你妈妈一样 佳赫遵守了这个约定 从父亲病重到死亡 他从没出现过 只是暗中通过手机 遥控指示一名小护士 陪父亲下棋 修萍听完后 唏嘘不已 因为佳赫父亲 是他最崇拜的人 他当年一直 十分不满佳赫对父亲的冷漠 现在才知道其中的缘由 画面转过 佳赫和修萍分析得出结论 缘不均一这么多年 从没留下一张照片 并且后来又改名字为月川 一定是在逃避着什么 并且除了已经发现的月川 肯定还有其他的身份 这个神秘男子的真实身份 便是破案的关键 现在追查他的唯一线索 便是日历上面写着的桥 两人乘船 对日历所记下的12座桥 探查了一遍 发现的日本桥 每年7月会举行喜桥活动 全日本将有2000多人参加 修萍不是很了解 觉得很新奇 便问了船夫 船夫给他看了喜桥活动的照片 修萍有些疑惑地问 为什么这里每个人都在打电话 船夫说 因为参加喜桥活动的人太多 人潮人海拥挤不堪 他们都找不到家人 只能电话沟通 瞬间 佳赫就想到 老板娘和他讲 面部说 日历是约定见面的时间 既然他在逃避着什么 一定和自己思念的人 是无法直接见面的 那么选择参加 人流这么密集的喜桥活动 便是见面最好的方式 佳赫连忙找来 近几年喜桥活动 所有的照片影像资料 一张一张地 按照眠目的画像寻找着 看看能否找到他的身影 但是那么多照片 那么多人 仅凭一张模糊的画像寻找 根本就是 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不过佳赫 也并非没有收获 他在几张照片上 发现了一个熟人 浅居博美 案情多多转转 线索又回到了前居博美这里 佳赫决定 从博美开始查起来 他要休平去找博美调查 自己却找到了 博美初中的几个同学询问 得知他当年 因为长相初中 加厉遭到变故 经常遭到同学欺负 只有鸭谷道子和他交好 佳赫又问他们 当年有没有一个 与博美和鸭谷两人 来往密切的 40岁左右的男子 几个同学回忆了一下 然后肯定地说 是苗村老师 当时博美被同学欺负 苗村老师很同情他 对他十分照顾 后来博美转学 父亲跳楼自杀的事情 也都是苗村老师告诉大家的 加厄立刻追问 有没有苗村老师的联系方式 不过几个同学告诉他 苗村后来人间蒸发了 加厄立刻拿出棉布军医画像 让他们拿当时的毕业相册对比 几个同学仔细看了又看 有人肯定地说 棉布军医就是苗村 有人却犹豫表示 20多年过去了 可能变化太大 认不出来了 接着 一名男同学 带着加厄到博美父亲跳楼的地方 告诉他 当年苗村老师说 博美父亲跳楼的地方就是这里 加厄道谢后 离开去找了苗村老师的前妻 苗村前妻恨恨地告诉加厄 苗村当年是有了外遇离开了他 当时他发现 苗村刷信用卡 买了一条红宝石十字架项链 他便气愤地找他质问 苗村便坦白了出轨的事实 然后便离家出走了 从此再无音信 加厄想起几年前 博美脖子上也带过一串吊坠 连忙让修平去博美家拍一张吊坠的相片 确认是否就是那条红宝石项链 正在博美办公室等候博美的修平接到指示 立刻拍了几张相片柜上的相片 给加厄发了过去 加厄收到后打开 确认博美的那条项链 的确是红宝石十字架项链 而且修平还向当年的珠宝店确认了 这条项链的确是他们家的 看来真相要浮出水面了 加厄将最近得到的所有情报整理一遍后 做出了最合理的猜测 当年苗村老师和学生有了私情 爱于社会压力带博美私奔 怕丑事被人张扬从而隐藏身份 改名棉布菌衣 后来又改名月川 二十天前 鸭骨道子很可能获悉了这个秘密 然后他以此勒索前居博美 前居博美一怒之下 直视苗村杀了鸭骨道子 后来可能博美和苗村又起了争执 博美便诱杀苗村粉饰 而另一边 已经注意到修平将自己红宝石十字架项链拍下来的前居博美 看了看项链陷入了回忆 当时刚开始演艺生涯的他 又和苗村老师重逢 两人迅速坠入奈何 苗村给他买了一串红宝石项链 还抛弃了原来的家庭 来到东京和他统居 然而不久之后 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起因是 年轻的博美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不被耽搁 将两人的孩子打掉了 这让日益年老的苗村 十分气愤 摔门而去 画面转过 为了进一步确认苗村 就是棉布俊一的猜测 家鹤让修平拿着苗村照片 回到了仙台 让老板娘确定一下 不过老板娘却明确地告诉修平 苗村不是棉布俊一 两人虽然没眼见有些相似 但一定不是同一个人 这样 让看似清晰明朗的案情 又变得扑朔迷离 修平十分沮丧 不过家鹤却没太失落 他安慰修平说 长案就是要这样 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才能拨开迷雾看到真相 不过我一开始就觉得 苗村不是棉布俊一 或者说我不希望他是棉布俊一 我觉得妈妈 不会爱上一个 被其家庭勾引学生的人 但此时家鹤心中案子确信一点 那就是 博美一定和这个迷案有关 和修平分开后 家鹤漫步在东京街头 看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他反复思索着 案件中的每一处细节 这个案子牵扯近来的人物繁多 并且现在 已经将每一个人彻查了一遍 却毫无头绪 所有能将博美 和那个化名棉布俊一的神秘男人 串联在一起的人 都已经排除了嫌疑 想到这里 家鹤眼神一亮 还有一个人 难道是自己的父亲 他憎恨妈妈被其家庭 起了杀心 不不不 家鹤立刻否决了自己 这个愚蠢的想法 因为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 那还有谁 还有谁与博美 和那个神秘男人都有关联 能将这整个案子串联起来 在家鹤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了 站台排玻璃中的自己 瞬间恍然大悟 还有一个人没有排查到 那就是我自己 家鹤公一郎 他立刻来到案情分析室 将自己的照片挂在白板上 将自己带入案件 开始了思考推演 我是家鹤公一郎 百合子是我的妈妈 他离家出走到了仙台 认识了棉布俊一 成为同居情人 而棉布俊一 在东京画面越川 博美的同学压骨道子 就死在他的出租屋内 这是我和博美隐藏的关联 我和他明面上的关联 是在五年前 他带几个小演员 我见到冠军 等等 他为什么找我 学见到 为什么特意来找我 还对从小被母亲抛弃的 我说自己堕胎的事情 是什么原因 让他特意找个借口 来接近我呢 换位思考一下 我在什么情况 会愿意接近他呢 对 因为母亲 得知母亲有了新恋人 并且过得很幸福 我一定会很想 见见那个男人 不过如果不能见那个男人 那我一定 会很想见一见他的孩子 反过来 博美可以接近我 很可能是因为 我是他爸爸恋人的儿子 也就是说 棉布俊一 是博美26年前 自杀的父亲 浅居忠雄 那么 化名棉布俊一的男人 二十几年来 一直在逃避着什么呢 他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在喜桥活动 又是和谁见面呢 想到这里 加和毛色敦开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将目光投在 博美26年前 跳楼自杀的父亲 浅居忠雄的信息上 看了两久 他转身离开了 然后 开始对已经死亡26年的 浅居忠雄 进行了一番调查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画面转过 警局其他人 也寻着棉布俊一 自称是核电维修工的 线索调查 发现他所公职的核电站 根本没有棉布俊一这个人 也没有越川这个人 不过 棉布的交通记录 的确在核电站 又密切往返 所以说 他一定在核电站工作过 当初的老员工 肯定会有人认出这个人 修平立刻带人 拿着棉布画像 前往核电站走访调查 从一位老员工口中得知 画像上这个人 叫横山一俊 而核电站员工手册中 也的确有 横山一俊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横山一俊 是棉布的真实身份吗 修平给同事们分析说 一俊和俊一写作中文 正是调过来的 棉布则是横山一俊 曾就职过的一家电力公司 这便是棉布俊一 这个假名的由来 现在只等着 横山一俊 户籍所在地的警察 发来照片和棉布画像核实 就能确定一切 与此同时另一边 家和带着 一直照顾病中父亲 直到逝去的小护士一起 来到博美家中找到了博美 他善笑着说 我一个男人 来女性家中造访 不是很礼帮 所以就带了一个女性朋友 一起来了 博美对笑敷衍一下 然后冷冷地表示 自己很忙 长话短说 家和便拿出了喜桥照片 问他为什么出现 博美回答说 只是路过 接着 家和又拿来 十几年前 自己获得全国剑道冠军 被采访的杂志 说道 16年前 我妈妈过世 是棉布提供我在东京的地址 让操办丧事的老板娘联系到我 我一直很奇怪 她是怎么知道 我在东京的地址的 便问杂志社的人 棉布是否来打听过我的地址 发现 的确有人来问过我的住址 但那个 不是棉布 而是你 杂志社的那个人是你粉丝 她记得很清楚 博美笑了笑 解释说 当时我在拍了一出武打戏 想采访你 作为一些素材 不过 剧本变动 没有武打戏了 所以没去找你 家和利和盯着博美的眼睛追问 你找杂志社 要我住址 是在那本杂志发行三年后 已经过去了三年 你还能记得我 还能想起 要找我排练 博美面无表情地看着家和 没有回答 气氛有些尴尬 不过 一直在旁边 默不作声的小护士 却有些不好意思地 提出要上个卫生间 博美给她指了卫生间的位置 小护士拿着包过去了 家和没理会博美上个 没有回答的问题 提出了此行来最关键的问题 她说 我采访你同学后得知 没有人注意到你转学走了 他们是在苗村老师 宣布你父亲在附近跳楼自杀后 才发现你很久没来上学了 并且经过我调查 事实上 你根本不是转学 而是连夜 跟着你父亲 一起逃跑躲债去了 苗村老师是为了保护你 怕你遭人非议 说你父亲在附近公寓 跳楼自杀 你转学走了 说到这儿 家和察觉到 博美在克制眼眶中的泪水滑落 继续说出 自己最近调查得知的事情 昨天我去过 你父亲跳楼自杀的地方调查 从当地警方的记录来看 当年那栋公寓没有自杀的人 而当年另一边的海边悬崖 却有人自杀 你父亲 其实是在海边跳崖自杀的吧 博美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冷冷地说 那又怎么样 我会因为说错我父亲的自杀地点 被逮捕吗 这时 小护士也从卫生间回来了 家和盯着博美 目光如炬地说 不会 单单这一件事情 不会逮捕你的 然后 带着小护士离开了 家和和小护士走后 博美看着血红的墙值 忘了许久 忽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跑到洗手间 拿起牙刷梳子检查 原来 刚刚小护士来上卫生间的时候 将博美梳子上的头发 拿走几根 这是家和安排的 其实 这次谈话根本无关紧要 她的目的就是 拿到博美的DNA 和棉布的对比 所有的一切都将落幕了 家和回到警局 拿出博美头发 对正在等待恒山医军照片的同事讲 要求立刻 把博美与棉布的DNA 进行检测对比 警局领导很气愤 她的擅自行动 质问她为什么要做检测 家和便讲出了自己的猜测 而另一边 明白真相已经败落的 潜居博美 来到了燕根市的养老院 找到了她的妈妈 老太太见到自己的女儿 先是大惊失色 旋即 脸上又写满了愧疚 嚣张的气焰顿是全无 博美则眼含热泪 咬着牙狠狠地说 你当年为了养小白脸 拿着父亲的印章借了高利贷 从此我们父女亡命天涯 父亲过着 如同地狱一般的生活 现在我就要你也下地狱 时间回到26年前 博美妈妈为了和一个小帅哥私奔 用丈夫私人印章 借了巨额高利贷 从此 小博美和爸爸潜居忠雄的生活 再无宁静 每天黑社会暴力团上门逼债 还威胁要凌辱小美抵债 潜居忠雄无奈之下 连夜带着女儿逃跑了 而对博美很失关怀的苗村老师 为了保护博美不遭人非议 告诉同学们 她因为父亲跳楼自杀 转学了 从此 父女二人开始踏上了逃亡之路 他们也不知道 哪里是尽头 一向敦厚老师的潜居忠雄 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才会遭受这一切 让女儿也受到牵连 在流浪的日子中 她渐渐绝望了 心中生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这一天 她站在海边 看着翻涌的大海 想要一了百了 自己死后 小博美也会被送到福利院 虽然福利院的生活不是很好 但肯定比亡命天涯强 这时 小博美过来叫住了她 她回笑着告诉小博美说 走 今晚爸爸带你吃顿好的 到了晚上 潜居忠雄带着小博美 来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吃了逃亡以来最丰盛的一餐 这时 临着一个男子过来搭话 潜居忠雄热情地邀请他 坐下来一起用餐 推并换展间 男子自我介绍说 他是一名核电站维修工人 每天在日本各个地方奔波 哪里核电站出了问题 就去哪里维修 居屋定所 就像一个流浪汉一样 潜居忠雄顺势接话 问起他的家庭 男子色眯眯的看了博美一眼 说 我没有家 户口本也早就丢了 核电站维修工人的放售工作手册 是全国通用的证件 到哪儿去 用这个就可以 说着 还拿出放售工作手册 给潜居忠雄看 潜居忠雄接过来 看到这名男子的名字 恒山一俊 他忽然觉得 这份工作 很适合自己这样 躲避债务的人 连忙请求恒山一俊 帮自己介绍入职 恒山一俊 却怕他抢了自己的工作 拒绝了他 画面一转 吃完饭 潜居忠雄 带博美来到一家高级酒店入住 安顿好博美后 他拿着洗漱用品 表示要去泡澡 博美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连忙在潜居忠雄走后 翻出他的钱包 发现里面一分钱也没有 他明白了 爸爸这是不堪生活压力 决定去死 今晚的一切 是他最后的享受 小博美 连忙跑了出去 找到那名叫做 恒山一俊的 核电维修工 原来刚刚吃完饭 爸爸去结账的时候 恒山一俊 色眯眯地告诉博美 自己可以给他很多钱 只要他陪自己一晚 现在博美明白 爸爸已经走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他想用自己来换钱 让爸爸有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便找来了恒山一俊 恒山一俊 看到小博美来了 露出猥琐的表情 将他拉进了自己的面包车 然后关上了车门 画面转过 泡澡回来 潜居忠雄 遇到了浑身是血的小博美 小博美告诉他 自己刚才不堪恒山一俊凌辱 拿筷子杀了他 浅居忠雄来到面包车 见到了惨死的恒山一俊 震惊之下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请领好现场 将恒山一俊的脸砸烂 穿上自己的衣服扔到海里 然后自己穿上恒山一俊的衣服 告诉小博美 你明天一早 和警察说 爸爸半月出去 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海里 恒山一俊的尸体浮上来 警察会去找你认识 你一定要坚决地说 他就是你的爸爸 小博美有些明白了 他哭着问爸爸 你是准备 以后以他的身份活着吗 浅居忠雄说对的 我明天一早 开着他的车 拿着他的放射工作手册 去另一家核电站报到 你在这之后 会被送到福利医院 日子肯定要比 逃亡天涯好很多 这样 所有人都认为 你爸爸跳牙自尽 也肯定不会去骚扰你了 小博美哭着说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 浅居忠雄也流下热泪 紧紧地抱住了博美说 我从今以后就是横山一郡了 不过别担心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的幸福 是我最大的心愿 说完后 他松开了小博美 郑重地说了一声再见 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小博美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冲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撕心练肺地喊着爸爸 从此之后 妇女二人 便踏上了两条路 浅居忠雄 以各种假身份 东躲西藏地活着 浅居博美 则在福利医院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演员 时光仍然 多年以后 博美告诉爸爸 想要转型做导演 浅居忠雄很是高兴 但也有些遗憾 那就是 她永远不能亲眼 去剧场看一看 女儿的作品 因为一旦被人认出来 她的真实身份 多年前的事情 也会被翻出来 博美的美好人生 也将毁灭 她这个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了 女儿的幸福 是对自己命运的诅咒 后来 浅居忠雄 画面棉布俊一 在线台认识的 家和妈妈百合子 她将百合子的照片 给了博美看 讲了很多 关于百合子的事情 博美很欣喜 爸爸能有新的恋情 也和家和一样 对爸爸的爱人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 意外发生了 她的现男友苗村 前段时间 因为气愤博美 私自堕胎而离开 现在情绪缓和下来 想要找博美和好 不料 她却见到了 刚和博美分开的 浅居忠雄 苗村难以置信地看着 这个多年前 已经死去的人 质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防止秘密泄露 浅居忠雄 了结了苗村 然后告诉博美 我们以后 不能再直接见面了 从此 博美和爸爸 每个月都在 东京的一座桥边见面 只站在桥的两边 看着彼此 通过电话交流 而每年7月 日本的喜桥活动 是让人最开心的日子 因为在人潮人海中 他们能偷偷地 近距离接触 就这样 过了十几年 鸭骨道子的到来 又打破了一切的宁静 那天 博美的话剧 在日本最大的舞台演出 年迈的浅居忠雄 画面越穿 悄悄进去观看 看着事业有成的女儿 十分欣慰 认为 自己多年来的苦难 没有白熬 不料 也到现场观看的 鸭骨道子 却看到了她 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是博美 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的父亲 话剧散场后 鸭骨拉住了浅居忠雄 想要确认 浅居忠雄 看着一脸错耳的鸭骨 动了杀心 为了保护秘密不被揭穿 使自己的女儿 依然能幸福快乐地活下去 她将鸭骨骗到公寓 然后了结了她 了结了鸭骨道子后 浅居忠雄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 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一旦被人打开 女儿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将破灭 她决定要结束这一切 自己死了 这个秘密也不复存在了 于是 她在桥边约出了博美 先是称赞了她作品十分精彩 然后告诉她 自己最近要出远门 以后很长时间都不能见面了 并且在桥边 留了两封信给博美 要博美一定回来拿 博美看着笑音音的爸爸 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种感觉 和在二十年前 爸爸要自尽那天的感觉一模一样 她意识到了恐怖的事情 立刻拿出桥边的两封信 发现一封是给自己 另一封是给家和公一郎 她连忙跑过去要追父亲 却没再见到她的身影 到了晚上 在一处河边 博美找到了浅居忠雄 她正拿着一桶汽油 准备自焚 浅居忠雄坦白了 自己了结了苗村 和鸭骨道子的事情 博美十分诧异 爸爸居然身负两条人命 浅居忠雄还表示 自己现在年迈 已经无力处理尸体 鸭骨道子的事情 早晚会被警察发现 现在自己自焚了断 不会有任何指纹之类的证据留下 这样 她可以继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并且 二十六年来 自己也过够了 东躲西藏的日子了 不想再忍受这样 如同过街老鼠一般的生活了 博美见爸爸死意已绝 放声大哭 但她也明白 结束这样痛苦的人生 对于爸爸来说 是一种解脱 于是 退到远处 不再阻止 要好好目送爸爸 走完最后一程 然而 浅居忠雄 将汽油淋在身上后 却没有勇气 点燃打火机 博美便决定 这次由自己 来亲手帮爸爸解脱 她走了过去 深深地拥抱了一下浅居忠雄 然后流着泪说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让你这么多年 这么痛苦 这一次 让我来保护你 然后博美 好好地端详了一下爸爸 将手放在她的脖子上 泪流满面地 送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结束了她 苦难命运多舛的一生 接着 她按照浅居忠雄原本的计划 一把火烧光了一切 在熊熊的烈焰中 浅居忠雄 苦难的一生落幕了 守望女儿幸福快乐的成长 是她生命的唯一意义 但是又觉得 自己的存在 是对博美幸福的诅咒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会炸毁博美的一切 画面转到现在 浅居博美将这26年来 所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然后面无表情地 从养老院离开了 只留下了 因为承受不了打击 挤进癫狂的母亲 而警局这边 警局领导 对佳赫的猜测 感到十分震惊 表示立刻做DNA鉴定 第二天 DNA鉴定结果出来 佳赫的猜测 果然没错 棉布俊一 就是浅居博美的爸爸 浅居忠雄 佳赫独自去找了博美 博美也明白 佳赫用自己的头发 做了DNA鉴定 所有的一切秘密 都将被彻底解开 佳赫却没说案子 问他为什么 当年要来找自己 学习剑道 博美说 爸爸一生苦难 但和你的母亲白和子 在一起的时光 是最快乐的 我虽然不能去见白和子 但我想见一见 他的儿子 我看你第一眼 就明白 爸爸爱的人 肯定是一位 很好的女人 接着 博美将爸爸 留给佳赫的信 给了佳赫 被随后赶到的修平 带走了 最后 佳赫读着 浅居忠雄 给自己的信 信中 他讲了很多 关于百合子的事情 也是佳赫 一直都想知道的 原来当年 百合子因为压力过大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还出现了幻觉 一天 竟然在小佳赫面前 举起了刀 接着他回过神来 却记不起来 为什么要在儿子面前 拿起刀 百合子十分痛苦 怕再做出更恐怖的事情 便决定离家出走 后来 浅居忠雄 每次去东京和博美见面 都会顺便为百合子 打探佳赫父亲的消息 他还将佳赫 获得全国 见到比赛冠军的杂志 买回来给了百合子 百合子看着杂志封面上 自己二十余年 没有见过的儿子 激动地抱着杂志 流下泪水 然后又冷冷地 将杂志还给了浅居忠雄 哽咽着说 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母亲 没有资格看这本杂志 看着他长大的喜悦 和他畅想未来的幸福 早就都被我抛弃了 可无数次午夜梦回 我还是能梦到 他对我说 妈妈早上好 现在 龚一郎长成男子汉了 他的父亲 是一个优秀的人 他以后的成就 会远超他的父亲 读到信的最后 佳赫抱着信件痛苦起来 这么多年来 这是他第一次 了解到母亲的内心 全片落幕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 给大家带来的是 佳赫案集中的 沉睡的森林 那是一个关于佳赫爱情的故事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